港星請小豪12號特地來台 擔任紅星字會公益大使 他透露原本跟紅星字會約好 一年至少會來台灣一次 不過因為疫情關係 已經三年多來不了 只能透過手機發訊息關心大家 而今天現場不只來了好友草爺 郭鬼鬼的出現 更是讓小豪哥超驚喜 來 讓我們歡迎郭鬼鬼 郭鬼鬼 搞不搞啊 開心嗎 看到嗎 當然開心啊 怎麼會不開心呢 對 陳羽燒 沒想到 鬼鬼也會有被招架不住的時候 有什麼要向偶像致敬的話嗎 我想我今天這一生 應該是可以學個兩招對不對 小豪哥 然後再來一個合照 然後再拍一個影片 告訴大家 我終於見到我小時候的偶像了 圓夢了 因為我媽媽看到她很開心 然後我想說 然後與其看照片 不如就直接錄個視頻給她 然後我媽媽一收到她是開心到 哇 謝謝 幫我謝謝小豪哥 我好開心喔 對 我覺得 開心最重要 我媽媽這樣開心到我就很開心了 而是逢母親節即將到來 小豪哥也想起 前幾年常帶爸媽出去玩 不過父親因為80多歲年紀大 開始有一點失智的狀況 也讓她感嘆要把握時間 我年輕的時候很小的時候已經去拍戲了 16歲都不夠就去拍戲 很多時候都是在品牆裡面 度過我的小年青年都現在老年了 有些時候就沒有常常在家裡見過我爸爸媽媽 現在就好一點 現在就有空的時候就不太拼搏了 就帶她們去旅行 好的酒店啊 好的餐廳啊 帶她們去玩啊 去吃好的東西 現在就不能出去了 因為我爸爸有一點老退化 所以真的珍惜身邊 把握時間 往後你生 做都做不到 對 就是這樣 好